我看了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 有些看了实在是有些揪心 那我统一回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很多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同样是身为打工的人 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想家 还有我们家乡的美食 那个时候想着就是以美食为主题 然后把乡镇的风土人情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当初的想法 后来成为吃播也是无来自举啊 突然发现人们都比较喜欢和关注我吃的多少 确实那个也没有刻意说我要去吃那么多 但是我也不想拍这种牛拍的视频 因为时间比较紧嘛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拍的质量也不行 哎呦主要还是我的设备问题达不到 主要还是我的设备还达不到我这个要求 我想拍那个美食纪录片 乡镇美食纪录片 嗯可能设备的话 还要等两个月才有钱去买吧 所以说我目前为止的话自媒体就是我的主页吧 还有人问我怎么拍摄的 嗯这个我就是平时都是我一个人 然后出门的话是带一个三脚架 带一个三脚架就够了 就是我一个人完成拍摄的就是全是靠一个三脚架 饭桶 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美食上面 哎呀还有好吃懒做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啊 我的兴趣就是美食和美食和旅游 我觉得把这个当做一份事业也是不错的 而且也比我出去打工强多了 也不算是好吃懒做吧 哎呀说我小气 确实 确实我现在是很穷 我们毕竟是农村的嘛 然后我家里并不是很富裕啊 所以说小气也是比较心疼 有一点心疼钱的 所以说请大家谅解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折个五块钱 再多个五块钱并没有说啊 但是我是想让大家知道 看那里的价格就是收的五块啊 随便你吃多少 这个老板非常的善良啊 所以说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够到他那里照顾他的生意 毕竟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嗯 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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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